王少伟日前上,综艺大热门,酒后吐真言单元 主要调查艺人被朋友灌醉后 会不会语出惊人说出什么真心话 调查人小甜甜直接在节目上询问王少伟性向是否正常 合理怀疑他有出柜的倾向,现神还主动要帮他举彩虹旗 根据三立报道,小甜甜在节目上直接询问王少伟性向是否正常 合理怀疑他出柜,主持人吴宗倩还向王少伟说 有什么话都可以跟我讲 我愿意帮你拿彩虹旗 没想到王少伟也没有反驳 让现场所有人都怀疑王少伟喜欢男生 文章参考来源,三立 封面来源,王少伟,王少伟,脸书和成图 王少伟,编辑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王少伟,1976年12月18日,台湾男歌手,主持人 男演员 曾为台湾男子团体5566和183Club的成员 据台湾媒体报道,天团5566成员各自发展精彩 包括王仁甫,孙协志都陆续结婚成家 但王少伟感情方面却迟迟没有好消息 圈内好友们都帮忙着急 生怕他会孤老而终 不过有媒体发现他并非找不到女朋友 而是身边选择太多 前晚一口气带两位出外吃饭 除了屁股任人摸 还在暗处耳并撕摸 完全就是情场高手 现有许多艺人都以大方公开感情境况 但王少伟却总是避开此类话题 偶像包袱甩不掉 据报道,他一日晚间悄悄跑出门约会吃火锅 身边出现一胖一兽两位妙龄女子 他心情很好整场讲个不停 兽女孩似乎被其魅力所吸引 不断投射出佩服眼光,含情默默 饱餐一顿后王少伟领着二女离开火锅店 在仁爱路上悠哉散步谈心 穿短袖的他冷得双手抱胸直打哆嗦 仍不忘出手堆打马尾妹粉毕掉情 女方娇笑一阵 没多久马上回击偷捏王少伟屁股教训他 两人当街打情骂俏 逗得一旁气直妹笑声连连 只是走着走着望少伟又把身体网气直妹推进不少 行经暗处,过马路时两人呼时耳并撕磨讲起悄悄话 但经过人多的路段又刻意谈开装不熟 之后三人一同走进东区某栋住商混合大楼 虽然王少伟吸睛功力不如以往 走在街上没有粉丝要合照 不过他惜妹的桃花运却是一点都没退化 王少伟闯荡演艺圈多年,似乎仍有偶像包袱 不愿透露感情境况 昨他透过友人表示 马伟妹是认识多年的朋友,住在美国 他跟家人去美国玩时,他都会热情招待 穿黄衣的气质妹跟他叫不熟,是朋友的朋友 王少伟强调二女跟他都只是朋友关系 因为他今天要飞金门拍戏 所以前晚才会趁难得假期跟他们聚会聊天 所以王少伟出柜的谣言 王少伟华